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啊 要踩南鸡啊 咦 踩到了 有呗 哇 香啊 很软啊 不过不要紧的啦 本来我要拿 切断它咯 又有幼苗在这边旁边 所以要种都可以 给我弄断了幼苗 就从这个冬村里挖咯 Auntie很给哦 连南酱都中哦 洗干净了 浪费它咯 冲去盆里面 用没有 嗯 嗯 我这个比较嫩 哈喽 大家好 Auntie Liu又来了 你看今天Auntie有没有像美少妇 他今天不知道谁讲咧哦 讲我像泥管家 所以今天我打扮的时候 我自己在想 诶 有点像美少妇 哈哈哈 臭美 然后这个Auntie的 hairband哦 不是新买的 是这件E的腰带 所以Auntie把它测下来 那个腰带 绑在头上咯 又省了一个 hairband咯 又一个 pattern咯 ok 来 今天要煮的菜 每天一要start就定定定定 又是谁order咯 等一下啊 来 压 介绍材料先啊 压 2kg到2kg半 Auntie买这一只 33块这样啊 NSK买 啊 2kg到2kg半 材料咯 不要紧的 插那一点点 ok 你们可以自己偷偷剪 一点点就好 然后最重要的 卤压 Auntie的这一个卤压 先跟你们讲哈 不是潮州卤压 但是她是潮州卤压 Auntie你讲什么鬼话啊 哈哈哈 这么难吗 Auntie一直说 要做这个年菜给大家的 是我小姑的 我二姑啊 Uncle的妹妹来的 第二的妹妹 拿手好菜 每年过年必备 然后还有啊 大日子啊 喜庆啊 大家集合啊 都指定要她煮这个压的 她每一次一煮两只来叻 菜还没有开哦 全部人就先拿卤压了 好卤压就吃完了 才来接下去吃 白斩鸡啊 其他的 真的是很好吃 她把那个卤压改良了 因为她的家伙是潮州人 Uncle六的家里面 我吃的东西啦 我啦 我这个二姑煮的菜 一流的 有她的手的味道 没有得比的 真的 本来是想说过年叫她来 展示给大家的 叫她上京 她不肯 然后又拖到今年 又她又忙 没有办法 她把那个 她的食谱给Auntie 很好哦 Auntie这个二姑 很多都不肯给食谱的 通常 她们自己独家的秘方 不是说秘方啦 就是她自己的啦 很多人都是不要分享的 一不是说 知识 二是怕 不喝大家的口味 所以我有说 食物 没有说最好的 只有 最适合自己的口味 OK 好啦 开始啦 呀 南姜一定要 Auntie刚才采了自家的南姜 新鲜的 你看粉红色的 味道很够力的 比这样 买的颜色就是这样 为什么Auntie要展示 因为新手 等一下去买南姜的时候 会害怕 为什么跟Auntie的不一样 Auntie的粉红 为什么这个这样 因为这个是买的 她已经不新鲜 不是说不新鲜 她已经很多天 她的粉红色当然是没有了咯 买这样大块啊 你看Auntie的手 这样大块 大概五毛钱而已 这个Auntie买给新手看的 老手卫的 卫贵的 所以Auntie做么做么做么 做么大个卫 要很大的卫 哎呀就是以前 就是买了这个南姜 你看啊 它这边有一个baby 你放下去啊 它就会活了的 很容易种的 所以我丢下去它就活了咯 OK南姜 很难切的 它很硬的 所以你们切的时候要小心 哈 Auntie要几多啊 切薄薄 不是很薄啦 1mm 1mm这样啦 大概六片到七片左右 Auntie用的这个刀是有牙的 这个很好切 Auntie这个刀哪里买 这个刀 Uncle在三四十年前 Metro Jaya买的 哈哈哈 以前Uncle 我会买咯 很喜欢逛厨房的他 都不懂我煮饭还是他煮饭 OK 然后很简单要准备的材料啊 蒜米 70g 如果你是2kg 你不是60g咯 OK 然后 八角 一粒啦 大概一粒花这样 一粒一粒半都可以啦 哈 如果是你2kg 就一粒咯 Auntie的1kg Auntie的是2kg半 Auntie放一粒半 然后丁香五粒 桂皮 就一粒咯这样咯 OK Auntie的是2kg半 OK 然后要的就是 明西 豆浆 碎的哈 如果你买到粒的 你就自己 沾沾沾沾沾沾 富裕 买这个红色的 2片半要 2kg半就2片半 酱油 黑酱油 本地的黑酱油 胡椒粉 椰糖 然后这个豆干 Auntie买5片 你去巴萨买 Auntie会放出来很便宜 鸡蛋 你可以拿来卤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他要的东西 OKAuntie要跟你们讲 潮州卤鸭 他们有放这个炒果的 OK的啦 一粒大概八几毛钱而已 你们可以去药材店买 讲回她的 我的小姑做什么 Auntie不要做卤鸭 因为她的家婆是潮州人 她卤鸭 后来有一天我的小姑 我小姑嫁过去了 后来我的小姑 就卤了 就卤潮州卤鸭 但是她就改变了一点 因为她吃到她觉得 不是很够味 她就把它改变了一点 然后她家婆吃到 为什么你卤的鸭 跟我卤的鸭 不一样的 她的特别好吃 所以从此以后她家婆 都要她卤 我们家这边也是 全部都是她卤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Uncle的弟弟妹妹啊 我啊 媳妇啊 每个人都没有 协她这一道卤鸭 因为人就是这样啊 有人做嘛 我为什么要协 所以就不要协 Auntie是为了拍视频 跟大家分享 但是Auntie很谢谢 她肯把她的食谱给我公开 谢谢啊 义梅 她叫义梅 她就在沙阿浪的 OK好 现在我们开始 辅一 两块就好 然后一大匙的 因为这边已经有酱 Untie拿到的时候 如果你拿干干的话 你用筷子的话 两片的话 你就放两大匙的 它的汁 然后 五香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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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你们买的五香粉 很好就不需要这么多 五香粉Auntie放 一大匙 就是收一大匙的五香粉 对对对 如果你买那个一小包一小包 你就放半包就好了 然后 敏西姜 一大匙 OK 酱油 一大匙 黑酱油 一大匙 而且黑酱油Auntie先给你们放一大匙 也是要看你们的酱油 颜色够黑不黑 无所谓 等下我们要卤那个汁的时候 我们再调 胡椒粉 半茶匙 盐 你们喜欢 如果你们觉得太咸 不要放 就不要放 OKAuntie只是放半茶匙而已 半茶匙 OK 放一点点 海盐来的 然后 还有什么吗 很怕搂 蒜米 我安哥也好歹 老了 整天很糊涂 放下去 这边一碗 半碗 吃饭的碗半碗 大概70克这样 Auntie有凉一下给你们 你知道 Auntie的二姑给的也是 阿嘎阿嘎的 就讲半碗大概一汤匙这样 阿嘎阿嘎啦 OK 因为他们都会煮了的 所以他们不凉了的 所以变成Auntie已经煮过一次了的 Auntie做了 他的味道准准给你们的 OK 然后把它搅匀 然后 如何洗鸭 给你们看 准备一大把的盐 你知道鸭的头 吃东西很肮脏 但是头是最好吃的部分 放盐 然后放多多的粗盐下去洗 就买普通的粗盐 全部的身体要跟它拆 然后脚 也是用粗盐 然后脚很肮脏 用粗盐洗 然后这个脚啊 压的脚啊 就是脚趾 跟它剪掉哈 然后记得拿那个盐 也要拆 全部拆干净 然后压的皮股 这个切掉哈 这个部分 嗯 这个部分很臭的 按它 按它出来 不要说切掉了 就算了哦 按它出来啊 它还有一点点那个杂物在里面 要很多盐 腿啊 脚啊 不要拆 它干净了 洗 水冲干净了 是不是 看啊 冷锅 要把它拗上来 啊 这样子 它就不会乱乱走咯 可以咯 冷锅冷水 要汆烫 汆烫 汆烫是因为 鸭 他们用鸭毛 他们要拖鸭毛的时候啊 他们是用那个辣 所以它会有 怕有残留那个辣在那边 所以我们用烧水 烫一烫 它可以 弄干净一点的 这个翅膀 要熬上来比较好看哦 等下也容易卤 不要从下面哈 这个头在这边哈 这样子 OK 嗯 再来一个啊 从头在这边 就是从上面啊 慢慢熬啊 不要 哦哦熬断了 哼 这样子咯 就像整只鸭 现在水开始烧了的咯 你看 蛮烧的 但是阿姨的手还是可以顶啊 洗一洗啊 就哦 汆烫的时候 要反反一反咯 但是很挖 你们要小心啊 可以了咯 只洗一洗罢了 洗掉它辣 那个水烧烧的咯 你看 你看 是不是有异味 ok 然后 撒冷水再冲洗干净哈 它的那些 炸物啊 你看穿上它 比较干净了 沥干水分 如果你们要快 直接放弃血柜 不要关注 这样子 放弃血柜里面 因为血柜冷啊 它会吸收它的水分 很快的 掉干也是可以麻烦咯 这样子 你看 还有水的 然后要沥干它的水分 这只鸭阿姨要放在血柜 刚才就不要盖 保鲜纸 洗了什么 啊 洗了过后 我放在血柜 因为要两个小时 怕等一下不行 先阿姨放在血柜 你看 血柜你不要关注它哦 它会吸干它的水分 看哦 帮它做水分 其实啊 这个比卤鸭还容易 因为卤鸭你们要去买干皮 要去买干皮啊 还有那个干草 还有那个炒果 但是这个不可以放 因为它有放芙衣啊 它的这个味道很重 它改良了 然后它放这个免洗 因为家里是必备的 然后如果是说你卤鸭的话 你要放干草 还有要放这个干皮 如果有干皮 就不要放干草 有干草就不要放干皮 就是这样的简单 正式的炒粥的卤鸭 哈希 哈希 就是炒粥的 是不是 哈希 丢出那个肉啊 但是这个味道比肉啊 很重口味啊 全部跟它擦完身体 没有用姜的啊 因为用了南姜 不要用姜了 南姜的味道 可以气掉那个鸭的心的啊 而且它又有香味又气心 擦完 擦了嘞 肚子也要擦 然后不要忘记哦 擦擦擦擦 它的昂壁也要擦哦 昂壁 昂壁 昂壁就是它的 来啦 怎么拿炸糕啊 讲马来话还会讲 一个弟啊 擦完了哈 南姜Auntie刚才有六七片这样啊 三片啊两片啊 塞在它肚子里面 然后剩下三片的 等一下要放在那个卤汁那边 你要把全部放去肚子也是可以 可以了 就这样子 腌它两个小时以上 放保鲜纸盖住 放去血柜里面 两个小时以上 最少要啊 ok 你看啊 Auntie放在血柜里面啊 冷藏啊不是冷冻啊 两个小时了 你看 那个味道哦 那个南姜的味道很重啊 来 冷锅 冷水 不要水呢 没有讲闷 没有讲闷 讲炉 一l的水 直接跟你们讲几多啊 因为我们放了鸭 我们就是 阿咖阿咖了 你知道吗 所以哦 要跟新手的时候要给它水 不然它们很怕呢 好了一l啦 不要讲 不要炒得它会干 一l半啊 Uncle没有讲哦 诶诶你讲好好了 等一下人家新手不会 一l半先啊 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Auntie就是这样 阿咖阿咖的 没有放准准的 ok 黑酱油 两大匙 两大匙啊 ok 桂皮一只 八角一颗半 丁香五粒 这个哦 刚才Auntie是跟你讲 五到六片 这边五片 放完它 还有一点 sorry 忘记跟你们讲 两粒的蒜米 整粒的 Auntie洗干净了 洗干净了 然后记得它的衣很多层的 你不是外面那一层 拔掉它咯 洗干净 两粒放下去 so 这只鸭 整个放下去 等它滚啊 出烟了啦 可以有啦 不用紧了 我跟你讲 不用跟得准准的 出烟了 因为滚滚的话放咯 你就会很难放 然后 那个鸭你看 大概震到它八分 肚子朝下 等它水滚 开始蒜 就是这样 全部东西丢下去 是不是很简单 这么简单 对吗 全部的全部都掉下去 等它滚了 等滚 滚了 一个钟头二十分 就OK的了 来 滚了 开中小火 给它慢慢的焖 记住那个汤汁还是要给它有滚啊 好 等 一小时二十分 来 十五分钟二三分钟 开一次盖 然后 反身 两kilo半 你看 不会粘底的咯 但是黑不够是不是 不要紧了 再等多一下 再闷 十五二十分钟 再反身 OK 十五分钟 又再开开 又再开开 又再反 你看 上色了咯 一个小时二十分的时候 我给你们看 如果不够黑 可以加黑酱油啊 你们要黑黑的话 来 给你们看 你看 两大匙的黑酱油 压已经黑了 大概 你煮大概有 半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啊 你就放这个黑糖 这个椰糖啊 Aunty没有放冰糖 你们要放冰糖也是可以 我的小姑 我的二姑啊 他也是很厉害哦 他也是放椰糖 当然是椰糖比较香咯 放椰糖 然后给它闷啊 然后记住哦 他的肚子里面 这时候跟他放 刺下去哦 嗯 就好了 还有十分钟就好了 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了 好你看 记住 不要拿出来 关掉火 闷它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 拿出来 放冷 才来切 比较好 比较容易切 要烧很难切嘛 来 鼓住它二十分钟了哦 好 现在要把它拿出来 给它 冷 冷切 再来切啊 ok 然后剩下的汁 现在你就可以卤蛋 还有豆腐 洗干净了的啊 它很新鲜 哈哈哈 你等一下秀一下 豆干就是这样 哈 你们喜欢咯 要放几多片都可以 然后鸡蛋 也有人说把它切几刀放下去 切不切都无所谓的啦 它也是进不了位的 你吃的时候 你也是会放那个汁下去的嘛 哈 不切了 煮它一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汁很多哦 你们第二天或者收起来 你们可以做肝撈面 或者是 卤一块五花肉 炒那个 炒素面都不错 炒素面啊 也是可以 炒那个鸭面哦 十分钟 来 看哦 十分钟哦 记住啊 小伙们啊 你看 很漂亮哦 颜色五刀 OK可以了 来给你们看啊 这只鸭叻 是Auntie昨天卤的 呃 Testing嘛哦 但是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 做好了那个分量给你们看哦 好 好像麦鸭这样哈 斩鸭这样啊 心不慌 手不抖 样子要狠 嘿嘿嘿嘿 看 是不是美美 Auntie要整个鸡腿 搁顶 来放一点汁 好了 开饭 大家吃饭哦 阿尼老板 麻烦请坐 现在人家去看你 不是看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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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个豆腐先啊 哇 哇 这个豆腐哦 不错啊 用那个豆浆的味道很重哦 然后这个辣椒 蘸姜 就是这样哦 蒜米辣椒仔 还有那个芫茜 把它切幼幼 Uncle的家的人哦 全部很喜欢这样子 粘来吃的 然后放酱油 粘酱来吃 然后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吃 哇 这个豆腐真的好吃哦 哎呀没有汁哦 干了哦 等Uncle等到干了 哎你们哦 每天看到Auntie很好吃的Uncle 不是啊 是Uncle吃很快 没有办法要拿给Uncle Uncle吃很慢 慢到你一婆 慢慢欣赏 慢慢欣赏的 他吃很慢的真的 每次跟他去吃东西都是这样的 然后他还没有吃哦 人家都已经吃完了 然后Auntie是速度很快那一个的 鸡蛋好像 有鸡蛋不用讲了 当然好吃了 你看 试试 现在你就可以淋它的汁下去哦 它卤汁下去了 够鞋吗 好 这个是翅膀 它吃嘴咧 它吃嘴咧 看来这个桃子 诶人家讲哦 鲁鸭是不是 代表潮州的 因为潮州哦 他们哦一定 大日子啊 年出去啊一定有这个鲁鸭的 但是Auntie这个是改 改良版的 十五啊 大日子他们一定有哦 所以哦出去的时候 他们每次吃哦 他们就讲 吃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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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会讲一点点啦 潮州话 但是不不不飘准 太久没有讲了 如果跟我跟我 跟一个潮州人一个有 马上可以讲到准准 超讲啊 老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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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豆腐很好吃哦 有哦 最喜欢吃鸭脚 还有鸭头 鸭脚 鸭脚 然后哦 那个卤鸭哦 Auntie再吃上 没有给人了 你叫为什么 然后阿姨那个鸭腿啊 那可以拿来做盆菜咯 是不是 所以你们煮白斩鸡啊 鸭腿拿 鸭腿拿 鸭腿拿起来 鸭腿拿起来 就可以做盆菜了 来 吃完了 鸭腿要得拿炒面 哦 很好炒面不错 剩下的那个渣渣啊 嗯 我喜欢多多吃掉 去拿咯 厨房拿咯 去领咯 没有理由我吃厚到你这么好的嘛 你可以吃厚我一下吗 你去领啊 以前Uncle一讲 Auntie很醒目的 快点就拿去装 现在还没有了了 我感觉过来讲咯 哈哈哈哈 搓也是手 鸭子 鸭鸭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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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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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一关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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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不,它淡 昨天我试试了 阿姨很纠结 本来要煮正宗的超粥鲁鸭的 我想讲一下 还是不要煮这个,这个真的很好吃 不敢讲好吃,咕嚕啊 等下等下打 还是忍不住讲 这个 有点改良了 正宗的,正宗的 没有放中区 淘果 然后没有放那个 豆干酱了 然后他们放那个 南酱 放很多的 没有昨天卤,没有卤蛋和豆腐 这个鸭是昨天的 这只鸭是今天的 今天的 你出那边 爹地关机啊 关柔 还没有讲拜拜 你看看 你知道吗本来 想要投入我儿子 我儿子走去那边关机 OK啦,不要讲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晚安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OK,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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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